身为日治时期发展重镇的台中 除了各种文创小店和网美咖啡厅 当然少不了充满异国感的古迹 每一个融合了中、西、日三种文化 即使经历了十几年的变迁 这些城市中的古迹还是美得令人秉习 让我们一起游览台中四个最美的古迹 台中文学馆是1932年建造的警察宿舍 为活化历史建筑 在2016年全馆开放 以台中文学为主题 让文学走进日常生活中 台中文学馆是台中第一座 以文学为主题的公立博物馆 也是文青休闲的好去处 园区中央树立一棵令人惊艳的珍贵老农树 被视为来到台中文学馆必想的风景 荣树约三层楼高 形成特殊的气根狼穴景观 漫步在园区 扑鼻而来的阵阵快木箱 环境清幽田径 映入眼帘的日式建筑 古葡的木板回廊 以及绿意的庭园造景 让人有如置身于日本街头的错觉 除了如一般公园的绿莓画景观 还有树影墙 书家庭 种子文化广场等等 文学元素的巧思设计 让文学更贴近大家的生活之中 车水马龙的台湾大道上 有一处八十年的古迹 日志时代有一群热血的文化斗士 在1927年创立中央书局 1998年才暂时歇业 书局历经二十年的风霜 由多方人士邻居各界力量 成功守护这处文艺复兴平台 历经三年的修复时间 书局在2019年重新开幕 一楼以台中历史为主题 传达台湾在地的历史发展故事 二楼则是生活化书籍结合餐饮 藏书以旅游、食材、饮食为主 走上三楼的文化启蒙区 在这里更能让你沉浸在阅读的时光里 书局推出21世纪版群众募资活动 只要在3月10日前 与募资平台赞助 就能够突破空间与距离限制 透过线上直播 一同参加周三读书会 让书局百年前的文化新火传承下去 绿川原民新盛西是日治时期台中小京都计划中的亮点河川 现在更是台中八处著名夜景之一 绿川新盛桥以水质以及防洪为优先考量 营造生态栖息地来整治水岸景观 结合低冲击开发的环境 打造台中火车站新生水岸门户意向 绿川水岸以自然以异文为主题 导入公共艺术并运用水元素 创造多元创意的艺术五度空间 形成人文水岸空间范围 在中山绿桥与樱桥之间 巧妙设置了绿斜坡与踏水石阶 命名为从绿水斜奏 看起来还真相在水面上的钢琴情建 承袭往日沿岸绿荫的记忆 以台湾原生树种以及户外垂拳植物 呈现独特的水路空间 建筑新的绿川林荫步道 让绿川恢复往日风姿 重现当年的繁荣风光 新驿站风格建筑 也是日本政府明智维新运动下的乘务 中央屋顶有华丽的中塔装饰 白色洗石子环带围绕 与红色砖面相衬 虽然经历多年岁月洗礼 在现代看来仍然宏伟无比 台中火车站穿越百年历史 串起了大台中的文化与人文风景 如今增添现代化的设计元素 摇身影变成为台中裔铁道文化乐区 让车站不只是运输功能 结合展览 艺文新创 娱乐阅读的元素 来到台中火车站不妨停下脚步 欣赏历史古迹与人文艺术的结合 大台中地区超过数百处历史古迹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丰富且有意义的故事 它们不会随着时光流逝而消失 会继续陪伴我们写下更多风华历史故事 今天介绍的四个台中市区古迹 你最喜欢哪一个呢?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可以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大家分享我们的影片哦